在遥远的中古世纪 圆珠象征武士的最高荣誉 能在其间占有一席之地的 都是骁勇善战的英雄好汉 今天晚上十位武士拮据之城 谁又将在这场龙争虎斗的战役中 昂然过关 摘下光芒耀眼的冠冕 成为王中之王 后中之后 台湾横溢出新秀 亚洲之星总决赛正式开始 风烟细细 战步雷动 武士们蓄势待放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现正 这场战况空前激烈的 世纪获之战 掌声欢迎今晚的十位新秀出场 F1 香港之星黎洁平 M1 广东之星器语舞 F2 台湾之星刘晓梅 M2 台湾之星黄建复 F3 大马之星卓舒仪 M3 香港之星傅晓明 F4 广东之星刘灵 M4 师承之星沈伟俊 F5 师承之星赖仪林 M5 大马之星罗斯义 让我们欢迎大会思乙 国亮杨岚 发掘最出色的台华新秀 造就最耀眼的亚洲之星 我是郭亮 我是杨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收看台湾黑初心秀 亚洲之星的总决赛 首先让我们一热烈掌声 欢迎今晚的贵宾 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部长 杨荣文准将以及夫人的莉玲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嘉宾的莉玲 郭亮要知道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 在新加坡的舞台上主持节目 但是我知道才华的比赛由来已久 特别是这一次有来自亚洲五个地区的 优胜的选手来角逐今晚的冠军 所以说可见这个比赛的影响 已经越来越大了 而且刚才开场 我发觉到这个营造的气氛 非常的凝重 可见今晚的竞争一定很激烈 我想星球们为了夺得这个冠军宝座 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煞开一条血路 我得走了 我得去波995叫救护车去 没那么严重 其实这个比赛跟很多比赛所不同的是 我们的选手不仅是竞争的对手 也是合作的伙伴 在今天比赛的各个环节当中 他们还有相当默契的协作 不过你要说到紧张总还是会有一点 特别是坐在今天我们的观众席里 就有决定他们今晚命运的各位评判 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 今晚身负重任的评判团成员 首先是嘉禾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朱兆俊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接下来为您介绍香港红星陈森林小姐 新市华文戏制处副总裁张能荣先生 家通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李渝先生 来自台湾的台湾红星赵文轩先生 新市娱乐制作处副总裁文树森先生 新市红星郑慧玉小姐 香港导演古德昭先生 以及来自香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星驰先生 哇 从这一片尖叫和掌声中 我们一看到我们今天的评判团 真是阵容强大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他们是来自亚洲的各个地区 凭着他们在演艺圈 多年的经验呢 一定能够为我们找到今晚 最具潜力的演艺新秀 对 不过大家也不要漏了 在今天晚上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是评委之一 对 这次呢 我们第一次增设了投选热线 反正在家庭中观看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呢 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支持你心目中的冠军人选 马上再来看看热线号码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热线号码 那么所有的投选总成绩 将作为一位评审的评分 我们的热线开放到今天晚上9点30分 大家抓紧时间 可以说呢 刚才的选手只是给我们一个短暂的亮相 好像还没有看清楚对不对 那这些需要进行的这个个人魅力的环节呢 就要请他们用三言两语 打动我们的评判和观众的心 马上有请ME广东之星715 大家晚上好 从广东之星到亚洲之星 至强不息是我执着的信念 我也相信城市在人 如果今晚我能够胜出的话 自信就是我的支点 谢谢 有请FPE香港之星 李洁平 在香港以外参加比赛 我是第一次 说华语 讲华语 我也是第一次 可是我不怕 敢于挑战自己 是我最大的 有点我会尽力做到最好 请你们支持 谢谢 你这句话已经不大像华语了 谢谢 我们现在有请M2 台湾之星 王建復 不在乎曾经没有 只在乎今晚拥有 曾经没有的是演戏的经验 期待拥有的是 评判及新加坡朋友们 对我的支持与肯定 今晚我将以最舒服 自然的演出方式 来紧紧抓住你们的视线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 祝你好运 现在有请F2 台湾之星刘小梅 虽然不曾深惊百战 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但是我相信自己 I can do it 希望今晚你们都会被我脸出所感动 也希望你们期待我 最亮眼的演出 请给我一个机会 证明我会是最棒的 你们的掌声绝对不会浪费 谢谢 不留好的成绩 我有请M3 相当之星陆小梅 不愿失去生命中的任何一次机会 就好是今晚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在电影和电视剧中 经常会上演许多满清皇族的故事 身为他们的后代 今晚我终于有机会和大家说 轮到我上场了 谢谢 好 谢谢 有请 现在有请M3大马之星卓舒仪 大马之星使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但是我更期待亚洲之星能让我大放异彩 我的努力你们会看得见 请给我热烈的支持 谢谢 希望你努力不会白费 谢谢 我们有请M4诗诚之星神伟俊 大家晚上好 潮州大师的历练 诗诚之星至今的延续练 让我充分地装备自己 全力冲刺 所谓强中只有强中手 我会以自然和穿上的演出 争取成为今晚的强中手 谢谢 谢谢 我愿意将这种情绪毫无保留地带到今晚的演出中 谢谢 好 谢谢我们所有的参选新秀 对 你看看郭亮 人家都带着恋爱的情绪来参加今天的比赛 我们作为观众又怎么能够不投入呢 非常的了不起 广告过后马上为您公布 在这个环节里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前三位男女新秀 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挑战新秀们机智和表达能力的 口才与反应这样的单元 另外我们也邀请来自海外的嘉辟 以及新式红星一起来考验他们 好戏还在后头 不要走开哦 稍后见 好戏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原来其实做节目到现在 我一直都有点担心会踩着你漂亮的裙子 对啊 我比你更担心 你万一踩到我的尾巴 我掉到水池里就会踩到鱼的裙子 不 这你放心 其实这些鱼啊有很多人保护它 哦 因为它们很漂亮嘛 对不对 那倒也未必 到底是有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 大家都不敢动它 什么话呢 因为这些鱼都是我们李总才养的 哇 这个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啊 不过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么多水和鱼那么漂亮啊 不仅仅只是为了漂亮 因为它们也是很重要的布景 在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歌舞剧的表演当中呢 很多戏都是发生在水底世界的 是 那么既然今天晚上是比赛 就一定要以评分标准来看看今晚的评分标准是怎么样的 在刚刚进行过的第一回合占总分的十分 个人魅力 那么第二回合口才与反应占总分三十分 第三个回合歌舞剧占总分的六十分 总分是一百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歌舞剧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的选手不仅要能歌上舞 而且要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 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 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演戏啊 所以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俗话说中赏之下必有勇富 我们看看今年亚洲之星的奖金奖品 也是非常的丰富 来看一下 台华横溢出新秀亚洲之星总决赛 男女冠军各可获得两万元现金奖 三年新式合约 一部佳河电影公司细约 以及一辆十一万元的Mercedes Vans A-Class校车 不包括拥车证 其他优胜者各可获得两千元现金奖 以上奖金奖品 是由才华横溢出新秀 亚洲之星总决赛的三个主要赞助商所提供的 那么另外呢 今天晚上我们也将选出最上级女星秀 以及最有性格男星秀 他们分别可以获得两千元的现金奖 也是由里上的赞助商所赞助的 那我想呢 现在我们第一个环节 个人魅力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看一看 先看看男星秀 好 再来看一下女星秀们的成绩如何 女星秀分别是 好 恭喜他们几位 我们要知道呢 这些选手都是来自亚洲的各个地区 虽然我们大家都是说华语 但是因为各地的文化和环境不同 所以同样的意思 我们表达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对不对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说一个事件很好 在新马一带比较简单 说棒或者一级棒就可以了 那在中国的大陆呢 就会说哎呀 这件事绝了 那在香港的话 这三个字写出来 字字都认得 你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是这样吗 然后它写出来叫好芭比 好芭比啊 哦 难怪我经常去香港出站 很多人都说我好芭比 你自我感觉不要太芭比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 那有一个字落地有声非常干脆 怎么说呢 双 哇 这个真的是很有力度啊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口才与反应这个环节 我们就要考考我们的各位新秀们 对于不同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是否了解了 是 那么新秀们上场都会按铃 这个灯呢 就会亮在哪个地区 他要回答这个地区的问题 但是要说明一点 我们已经经过特别的设置 这个灯不会亮在新秀所属的地区 对 要考考他们对其他地区的了解了 不过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新秀和各位观众的是 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期待他们给我们一个 实权实美的准确的答案 而是要看看他们的口才怎么样 讲得有趣就行 对 那我们首先先请编号 唯一的两名选手分别是 广东之星 气欲舞和香港之星 李洁平 掌声欢迎两位 好 这么从容啊 现在我们要欢迎今晚的三位特别的考官 分别是来自本地周出名 以及来自台湾的周英琪 还来自香港的陈兴建 哇 今天晚上三个名嘴啊 腕炮齐鸿 看看我们的选手能不能够招待得住 现在首先请香港之星 李洁平按铃 他按到的是师程 师程 师程又我来问好不好 我来问啊 其实觉得很残忍 但没办法 还是要问他们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这新加坡啊 这英文就叫做新加坡 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新加坡 波拉 那么这里要问你了 这新加坡跟波拉是两个字 新加坡是代表什么意思 波拉又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们吗 师弟 新加坡是什么意思 配也代表什么意思啊 哎 新加坡是什么意思 这波拉又还有什么意思 啊 请原谅嘛 哎 新加坡会不会是歌手啊 这很难说啊 也可能是动物啊 我觉得新加坡新的会比旧的好嘛 新的比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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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我今天来做翻译的 新的永远都是第一的 是第一个 哦 就新加坡他的解释是新还最好 是最新的 就是第一个 那波拉又有什么意思啊 又是什么意思 波 波 波 什么是波 就是永远都步步高升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答的非常好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啊 真正的意思呢 谢谢 是根据有这个历史记载的 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是狮子 这波拉是城市 所以新加坡是狮城的意思 你这种问题是属于大学 考语言学的人才是 这没办法嘛 亚洲之星啊 因为每次我们香港人 来参加旅行团的时候 都没有讲这个 对对对 今天上了一个旅行课了 新加坡是一个好的地方 谢谢 好 为大家还是非常的有趣 谢谢 我们现在有请MV 广东之星器舞 请您按您 您按道理 保导 保导 那这个我来问好了 好不好 我这个问题呢 也是这个跟 也是有点困难 但是主要是考口才 不一定要答对 那这个中国人喜欢答滴 这个就是 坐计程车的意思 答滴 新加坡人喜欢吃的就是 鲁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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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没有背靠 那香港人喜欢台增笛 这个菲律福就熟悉了 那台湾人呢 喜欢 也不是喜欢 但是他们有一个说法是 打点滴 但是不是真的那种 IV打点滴 可不可以猜一下 打点滴到底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也不是IV滴 因为在打车的时候 当遇上塞车 我就看着那个表滴答滴答 那个表 那个出租车那个表 也在滴答滴答的不断地跳 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叫 打点滴 这个打点滴 车表跳一下 我的心也跳一下 所以可能就是跟心跳有关系 所以叫打点滴 就心里面滴答滴答滴答的 你说的是李文那个 滴答滴滴答滴的 滴答滴的 就是那个 季废那个表 在滴答滴答的跳 然后我的心也滴答滴答的跳 在滴雪 因为那个一跳 就是更贵一点 又更贵一点 坐机程车 其实答案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准备了非常有趣的 这个答案的片段 把它来看一看好不好 大家了解一下 不是 我跟你讲 这样多次了 我叫你喝酒的时候 就不要驾车 你驾车你就不要喝酒 我讲很多次了 以后如果你知道你要喝酒 你就不要驾车 你这里的朋友 带你回去嘛 对不对 如果他不要带你回去的话 那你就去大得事 不是要讲你 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啰嗦 你每次又抽烟 又喝酒 又喝酒 又抽烟 我这样每次看到我的心很痛 不是我要讲你 如果你每次把那个钱 省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有很多钱在这边的 你不要逃避现实 我不是要讲你 我出嫁给你的时候 我就是跟你讲 我跟你同单共苦的 我要你有当地 这样喝酒架是不是办法 还好你也要充登住 不是你充登 我可以打完了 还没有啊 还没有啊 这一身啊 怎么样打都打不完了 你会抽到小孩子怎么办 你真的 没错 你拿爹爹就是啰啰嗦嗦的 你看这个意思 谢谢两位新秀 谢谢 我们新秀的回答 可以说是干净利缩 好 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 我们的三位嘉宾 等一下还有剩下还有另外一对新秀 我们也请出 现在有请MR以及F2两位新秀 都是来自台湾之星 王建復以及刘晓梅 好我们先请小梅来按铃 刘晓梅 有一个叫走鸡 走鸡 走鸡 走鸡是什么意思 不要乱讲啊 走鸡 可以想一下没有关系 走鸡 香港人的说法 走鸡 走鸡 你可以学一下 如果你觉得可以加分的话 你会吃着走鸡是什么意思 走鸡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鸡嘛 但是我想走鸡的话 会不会是 会走路的鸡 鸡会走路吧 他的脖子已经开始动了 让人家回答好不好 我想 不是树黄啊 不是树黄 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吧 提示啊 对 因为这很难 他是来自台湾 可能对香港文化不熟悉 又是他可以这样子说 又是他这一次呢 没有来参加 各位正在找鸡 又是什么意思 好 小梅再猜一下 猜一下 好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猜一下 我想走鸡应该是 因为香港很多吃的东西嘛 所以 因为香港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所以走在路上 都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很多鸡啊 例如鱼丸啊 鸡腿啊 还有糯米鸡 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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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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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啊 好啊 带鸡 买鸡 买鸡啊 全部买鸡啊 买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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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鸡啊 好 这个鸡是跟以前那个骰子 里面骰子是同音的 骰子掉出来了 就失了机会了这样子 失去了一个机会 失去了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有请M2王建復按鈴 你按到的地方是 失城 新加坡 你是我了 来 其实在问之前啊 我现在心里不平衡 为什么 因为刚才为了上这个节目 我在路上被黑公咧 你知道黑公是什么吗 黑公 你碰到你的公公吗 你外公找你 跟你讲话不让你走 我外公早就在事前鸡蛋了 那黑公是不是 那你问一下他们 什么 跌倒呢 那你问一下新秀了吧 我知道 哦呢我们广东话就是去心手间 哦 哦公 就是有跟那个有关系的是吧 我不清楚 那那公公 那还是叫建復上 建復来M2的来问你 来来说一说 哦公是什么意思 哦公啊 是什么话呀 我先跟他讲一下 什么语言 这不能说啊 哦不能说啊 挑战嘛 挑战 嗯 这个靠战 我觉得 黑公的感觉就是 您刚刚 初明您刚刚说您刚进来的时候 你很黑公是吧 对啊 心理不平的 所以他迟到了 对啊 他迟到的原因是因为被黑公了 很冤枉你知道吗 应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我想应该不是不好的事情 而是您刚刚要来现场之前 我想您的装扮可能是比较轻松一点 是 对然后 其他人看到你就说 啊初明你好黑公哦 我在想 可能是 哈哈哈哈 没有 OK 我不想 我不想了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我认为是 初明你好黑公的意思就是说 初明你现在看起来好休闲哦 哦好休闲 对对对 你猜得很笨 我只听过欧笔没有听过黑公 所以 所以你倒是告诉我们 黑公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黑公是言之一个马来话 叫文庚 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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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就后来变成乌公 这乌公是罚款的意思 你做做事啊 罚你 没关系你打得很好 对对对对 没关系 以期言之道感知期言之声吗 谢谢 被罚款的人都蛮休闲的 好 我们谢谢两位期待 谢谢各位 同事也请我们的三位考虑稍坐休息一下 谢谢三位 好我们刚才看到了 前两组选手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看看后三队选手表现如何 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稍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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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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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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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将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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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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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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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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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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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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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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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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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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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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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